我們今天大家跟大家宣布有 市立加上 其中有11例的案例 两起的一个 不明感叹 那他这一群里面总共有 1202 1208 1209 1210 1211 这样的一个群聚 新北的卢州 那也有一起 那市立是境外移入 那都从印度 那其中有三位 1204到1206 50多岁男性 20多岁女性 20多岁的男性 那都是本国籍 在去年12月 今年3月2月 到印度工作 那他们都是5月8日 待同一班机返台 那三人介于今日确诊 那就是说 昨天已经有公布两个案例 该班机 总共有5个人确诊 那全机71人 介于昨日 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 按1207 在第二 在昨天 他长期在台工作 是印度籍 今年4月22日 返回印度 处理失事 5月9日 再来台 那5月10号 接受裁剪 那今日确诊 是低值30 那另外我们新增了 7例的本土的案例 那一例为 1187的接触者 那这个列为1201 40多岁的女性 是1287的同住家人 5月9号 去卫生单位安排 我们就是在居家隔离 那也裁剪 那今日确诊 C值22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比较多的一个案例 这里面大概应该是说有两起的一个不明感染 目前还是不明感染源的的一些社区的感染 那分作两块 那一块是1202 这一群 那他这一群里面总共有1202 1208 1209 12110 1211 这样的一个群聚 另外一个就是在新北的卢州 那也有一起 1202为本国籍 30多岁的女性 那宜蘭罗东镇 中镇北路 银河百家乐 那地址是宜蘭县罗东镇 中镇北路42号至2 那基本上他在发病前 可参染期5月7号8号9号 他都上这大夜班 就临时到8点的班 上下班都骑摩托车 因为在5月9号出现发冷 全身无力 咳嗽发烧等症状 在医院就医剂裁剪 那近日确诊 施地值20 他们昨天晚上接过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立刻展开相关的疫调 先匡列了37名 那陆续还会在匡列中 那37名很快 他们就已经踩了35名 也立刻检验的报告 也就17个阴性已经出来 那阳性4位 检验中14位 代踩2名 我们非常谢谢 这卫生局的行动非常快 其实我想他们昨天晚上 大概都连夜都没有睡觉 那把这个疫调做得非常的迅速 那他这里面的相关1208 1209 12110 1211 他是1202的同事 1208的CT值是11 1209的CT值是20 1211的CT值是25 那皆为女性 年龄 年龄介于10多岁到40多岁 其中两人无症状 那其中的1211到5月8日 他就有一个不适的情况 按12110为游泳场的常客 CT值12 30多岁的男性 那5月9日曾有咳嗽 腹泻的症状 那因应本企的群聚事件 该由一场即日体脂医院 全数的员工 居家隔离并采检 那今天开始 卫生单位 已经开始进行环境的消毒 及防治的措施 1月23日 本国级60多岁的男性 那也是近期没有出国 5月7日出现疲倦 咳嗽 胃寒等情形 那5月9日 因发烧到医院就医采检 那今日确诊 CT值18 那感染源也带离清 初步掌握个案接触者 115人 都列为先列为居家隔离 那其他接触者持续调查 旷列中 那5月4日晚上 在京华亭餐厅 新北市新庄区中港路 199号 那5月6日 在下午4点到5点半 再来来按摩 卢州长安店 新北市卢州区长安街 116号 那晚上 在大风车婚宴会馆 在新北市卢州区急行路395号 因为出现了感染不明的本土病例 我们就宣布我们这个疫情 集会的指引 就升到第二级 第二级 这个时间实施的日子到6月8号 四周 观察两个循环 就是原则上 这些超过500人的室外 超过100人的室内活动 我们希望是能够停办 那边 并不停 速度 上 转 转 ya 继续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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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